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吸引三四十岁甚至二十来岁的你 来听我说说今天这个话题 因为现在的你可能觉得我还年轻得很 离你要说的话题还早着呢 可是另一面又经常有朋友私信我 说自己四十几快五十了 快退休了 退休后不想闲待着 因为还年轻 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 问我有什么建议 我很想给这些朋友出出主意 但是又觉得很是无能为力 我好希望时光能为他们倒流 让他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前段时间我有个视频分享了 我在三四十岁那个阶段思考这个问题的心路历程 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去找那个视频看看 今天呢 我主要想聊一聊考虑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们都要尽早地思考这个问题 来避免中年退休后的尴尬 希望希望对年轻姐妹们有启发 希望对年轻姐妹们有启发 我是个六零后的尾巴 二十年前我刚三十岁出头 当时的单位实行用人制度改革 规定女性员工四十三岁就要内部退休 也就是说再过十来年我就要退休回家了 感觉自己才刚刚的真正长大 走向成熟 这就要准备进入晚年了 四十三岁 一般女性都进入了孩子长大 生活稳定 自己身体也还好的年龄 可谓年富力强 很多还是行业的中流砥柱 这年龄就回家 肯定要重新做点事啊 只是等四十三岁退休了 再去学新的东西 做原来没做过的事 是不是太晚了 我是不是应该早点开始 为下一步的变化做准备 这个年龄对大多数女性来说 也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肩负的生活责任最多 工作压力最大的阶段 就像当时的我 一边起早贪黑 忙得鸡飞狗跳 对付当下的每一天 另一边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起未来 心里就很不安 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年轻时这么辛苦 也没攒下什么资本 年纪大了再怎么办 虽然这么想着 但是每天的日子 也没啥惊涛骇浪 要主动做出改变 也不容易 就像温水煮青蛙 所以我很感谢 后来在单位所经历的不顺 帮助我下了决心辞职 因为如果没有一股力量推着 以我当时有限的人生经历 和对单位以外社会的认知 下决心从单位那锅温水里 跳出来是挺不容易的 辞职后我尝试过很多行业 因为不是的话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适合做什么 最后我下定决心 开始学英语 学育婴师 学涉外家政 选准方向目标 一头扎了进去 二十年过去了 我还在做保姆 但我在做这份工作的同时 学完了儿童早期教育的 大专文凭 为我五十岁以后的人生 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没有成功 但我知道 在过两年本科毕业以后 以我丰富的东西方家庭教育实践经验 和最先进的科学教育方法理念做资本 我的后半生会过得开心又充实 因为我知道 我头脑里的积累 对中国的父母和祖父母来说 都是无价的 这些都是我一路边低头拉车 边抬头看远方的路 准确判断方向 及时调整改变学习而得来的 人无远虑 必有近优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管眼前怎么忙 都要拿出时间精力来思考 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最想做什么 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挤出时间精力学习 为未来做准备 无论将来想做哪些行当 都要尽早开始积累经验 或参加培训 有些事情还可以在网上 通过视频学习 要让自己至少掌握一技之长 比如退休后 我也想去做保姆 那你知道 现代城市家庭的保姆 都需要哪些技能 你擅长哪些方面 如果你擅长做饭 那就研究菜谱 做一手好菜 如果你喜欢干净整洁 就研究收纳整理 替客户管理生活 你善良真诚有爱心 就好好研究养老 护理 育婴育儿 这些服务 很多很多家庭都需要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需要证书 就早点着手学习 参加培训 研究下什么地方 或机构能培训 能帮你获得能力资质 学缝纫 学插花 学画画 学烘焙 去旅行 学做视频 从兴趣入手 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 自己喜欢的事 做着心情舒畅 通常也比较擅长 做起来容易些 看准了方向 要舍得投入时间 精力和金钱 其实 如果找到好雇主 做保姆 是件挺开心的事 因为你之前在家 做了一辈子家务 也没人给你开工资 现在做同样的事 就有不错的收入了 头条上 有好多做这一行的姐妹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搜索 关注下他们 有问题 找他们请教 比如抱狗看海的保姆 爱生活的荣姐 等等 他们都是行业的佼佼者 又特别热心 乐于助人 对于那些 已经退休的 到了50岁以后的姐妹 也不是说 过了50岁 就学什么 做什么都晚了 比如说我 50多岁了 还在读 全英文授课的 大学本科 而且是边工作边读书 你想学个什么的话 不会比我这个 更有挑战性 只要你想 你就肯定能做到 你想活出精彩的自己 开始就好了 不跨出第一步 你就不知道 第二步该怎么走 不知道那条路 能把你带到 多远的地方 要早点积累 学习 取经 寻找机会 机会好的话 甚至可以提前跳槽 因为机会 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有时候 会在你 最没想到的时候 出现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